再来防汛期即将到来 花莲市公所是做好了万全准备 除了是市区排水设施清沟作业之外 各抽水站也都加强准备工作 市长为家嫌是特别提醒民众 要主动整理门前的排水沟盖上的落叶或者是垃圾 不要随意放置盆栽植物 全民一起来防汛才能够达到减栽的目的 每年5到11月是汛期 北雨和台风都会带来好大雨势 也最容易发生水患 因此市公所工程队提前做好万全准备 除了平常做好试运转及整修准备工作之外 也针对各个抽水站调节池来进行清沟 要让抽水站功能可以发挥 我们今天在几个抽水站的部分 陆续的来做相关的清沟的施工 那从三仙国胜国强还有南兵的一个抽水站 还有其他的抽水站也做陆续的一个整理 跟清沟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希望在封面来袭之前 都能够把这些预备性的工作先做好 那我们清洁队的部分也在各大的一个排水沟来做相关的清沟 那我们也要提醒所有的花蓮市民的乡亲朋友们 在自己的住家前面还有住家排水区域的部分也要落实 那我们也不要让很多的花盆 还有一些障碍物阻挡到排水沟 造成排水不易 那未来有可能会造成相关积淹水的一个状况 那花蓮市公所也会特别的来针对未来书郡排水的部分 来做严格的一个把关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市民朋友能够共同一起来配合 市长威嘉賢表示为了做好防汛准备 市公所的农业课、清洁队、建设课还有工程队全部上井发条 分别进行的路数修剪、加护排水沟、雨水、下水道 还有各个抽水站调节池、清淤作业 同时市长也提醒民众 自家周围的排水沟要保持畅通 垃圾、落叶不要往排水沟里头丢 以免阻塞、造成淹水 如果发现排水沟不通的情形 也可以通报市公所将会赶快派人前往处理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